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个视频的主题呢 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上有的那些指甲油们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在家里面涂指甲油的人 我不太去那个店里面去做指甲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次指甲呢 就是光疗甲我个人是觉得它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中间很容易去抠它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喜新研究人 可能我这个礼拜想涂这个颜色 我下个礼拜就想换 那我觉得在家里面涂呢 确实是会更好一些 那我可以愿意拿这些做光疗甲的钱 去买一些我喜欢的指甲油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个人来讲 没有特别特别的喜欢水性的指甲油 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些水性指甲油 那水性指甲油的话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家务啊 这些就经常手会碰水 那那个水性指甲油 基本上我涂的当天只要碰水碰的多一点 然后它的边缘就会翘起来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去撕 然后撕着撕着呢 这一整块我就撕下来了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蛮伤指甲的表面的 所以最后我就把目光就锁定在油性指甲油上面 那这个视频呢 提到的指甲油呢 基本上都是我买了这么些年吧 然后积攒下来的一些 基本上是已经把我上述提到的那些 就是像水性的呀 这些都pass掉了 我先说一下我对于指甲油的一个评判标准 就是第一一定要速干 我觉得速干可以放到第一位 如果它不是速干型的话 那我就会对它的心理的评分就会打低 第二就是颜色是不是那么的好看 有一些颜色 它虽然同样都是这一个色相 但是差一点意思 会显得有一点不是那么有气质 我觉得它的浓厚程度就是也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这两点是我评判一个指甲油好不好用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个人来讲在买了这么一些年的指甲油以后 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啊 欧美的指甲油那发色都是比较浓郁的 那日系的指甲油呢 发色都是会比较的清透偏果冻感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涂两层 欧美的涂一层就够了 专柜的肯定是比开价的好用 那么专柜里面也是分价格比较高的和低的 其实也是有的挑的 所以呢我们就先从我手头上有的 指甲油品类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这个addiction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是一个彩妆师的品牌 它好像是前NARS的一个什么创始人 还是什么创立的一个品牌 addiction他们家的彩妆我也特别喜欢 那指甲油呢我也是特别的喜欢 它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日系的专柜的那种 指甲油发色来讲是比较的轻透 轻薄偏果冻感 所以基本上一层的话 颜色非常的清淡 那么基本上我都是涂两层 addiction他们家的指甲油的特点 就是那种快杆 然后刷头呢特别的舒服的刷着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种 我觉得是算比较偏细的巨笼型的 然后恰到你看就很扁平的 然后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宽度吧 偏稀一点点 偏轻薄一点 但是它并不是到那种非常非常稀的要 就是完全会留下来的那种 它是涂的匀的 我手上这个颜色呢 一个是一个夏季的一个限定 色号是055S 这个应该目前可能是买不到了 然后呢这个是039C 是一个里面带着这种细的微珠光 大家看到吗 这种的一个均绿色 以及一个这种深一点的巧克力色 如果要我说我比较推荐的指甲油品牌的话 我觉得不只是addiction 所有的日系的专柜品牌 我都是非常推荐的 它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00出头 那这个价格是在我心里预期 我觉得是非常能接受的 然后颜色也比较好看 素杆 刷头好用 我觉得气味来讲的话 其实我可以接受 因为油性呢都是会有一定气味 但它并不是那么的刺鼻 比起很多开架来讲 它的气味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且他们家天猫是有官方旗舰店的 所以大家买起来也很方便 我手上有的这几个都是当时的一些 日本限定和季节限定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他们家天猫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找一找代购 确实代购的话是会便宜点 那这些我是找朋友帮我买的 我是很推荐 addiction他们家指甲油的 第二个说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指甲油品牌 就是Lunasol也是日系的一个专柜品牌 他们家指甲油的价格也是在100出头 然后他们家这是他家一个老的包装 这个色号是12号是一个这种肉粉色的 大家可以看 肉粉偏一点点巧克力色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温柔的颜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用这个指甲油 它基本上已经被我用掉了一大半 这个不管你是涂手啊涂脚啊各方面都是那种不突兀 日常百搭好看的颜色 会不太挑你的皮肤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颜色我不确定现在还买不买得到 可能买不到了 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 就是这两年的颜色 他们家的包装也已经改变了 不再是这种方方的瓶子 是那种长一点的瓶子 但我觉得Lunasol他们家的指甲油 是我开启日系专柜指甲油的一个大门 颜色是低饱和的那一种温柔挂的 以及刷头也是这种非常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刷的一个刷头 是这种巨笼型不容易分叉的一个形状 它非常的快干 它涂在手上 我基本上我感觉就涂完以后两三分钟把它就干了 非常的快 根本不影响你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Lunasol他们家的指甲油 也非常向大家推荐这个品牌的指甲油 对了忘了跟大家说 我觉得指甲油确实你放的时间长的话 它确实会有一些蒸发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用到这儿 它是自己会逐渐变少的 我其他的别的牌子的不只是日系的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大家不要惊慌 接下来我们说几个开架的产品吧 第一个是Excel他们家的指甲油 我非常喜欢一个Excel他们家彩妆 如果你是我老粉可能都知道 那我所以我就想说去尝试一下他们家指甲油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新的颜色 他们的产品 它是这种的非常就是开架型的指甲油的这种刷头 大家看到吗 就这种会分叉的 它是非常容易刷到你的手两侧的皮肤上 而且它的刷头的形状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 好像是随便拿了一个模具 就是塞进去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刷头不好用 导致你这个颜色涂在手上就很容易很容易翻车 它又不是塑干型 所以我个人不推荐 我是属于用了两次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行不行不行 不符合我的预期 也不符合我的标准 所以我不推荐 这个牌子可能有些关注日系的那个指甲油开架的 都能够知道是这个牌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也是为了尝试不确定它好不好用吗 这个颜色是N22 是一个非常显嫩 显青春活力的一个低饱和度的这种鹅黄色 那这个牌子呢 这个指甲油呢 我不知道是我买的这一款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牌子就是这样 它非常的稀 稀到那个液体啊 就是滴滴落落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那种 我觉得它过于寡淡 过于稀 那它因为它过于稀 所以很容易涂不匀 非常的不OK 而它刷头好像是那种 比较偏纤维 这种纤维 就是那种透明感的那种纤维 所以我觉得是它占取 就是也不太抓那个指甲油的液体 然后再加上它液体比较稀 也不算素干型 它干的速度也不快 虽然价格不贵吧 但我对它的使用感 就是觉得很一般 所以我个人来讲 是不太推荐这个 我自己也不会想要再去买第二个颜色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继续用 但我的标准来讲 我觉得它是达不到的 好 然后是大家都知道的 越是凤云 他们家的一个指甲油 是5号 仙宗幽进漫步 这个牌子 我其实之前买过非常多 他们家颜色 因为在开始的时候 尝试指甲油 大家很容易去买这个 因为身边的这个店铺很多 买起来很方便 然后价格也不贵 二三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的样子 然后就是比较好下手 但是呢 一个是我觉得它的颜色来讲的话 可能是我后来用了很多日系的 它的那个浓厚程度来讲 我觉得容易有咸土的风险 就是它 它的颜色调的就不是说特别的好 如果你能够就是慧眼石珠 从它那么多的指甲油墙里面挑出那么一两个颜色 很好看的 那是OK的 它大部分颜色其实是容易有一点点吐气的 然后它的刷头呢 也不是很好用那种 就是很便宜的那种刷头吧 就这种容易分叉的 就你就很容易涂到手指头两边的这种 它涂上这个是因为是某一年的一个限定色 所以它的包装上面是有这种印花的图案 但日常是没有的嘛 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也就是因为它的颜色还不错 是这种非常春天的一个嫩绿色 但是我个人来讲 后面也就没有再买过 月氏风云他们家指甲油 以前我好像买过 大概真的有上十品吧 可能有 但后来就扔的扔 不喜欢的不喜欢 所以个人来讲不是很推荐 因为以我那两条标准来讲 它不算素肝 它其实肝挺慢的 然后它的刷头也不是很好用 然后颜色又容易让你有一点点 不是很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的那种 就是调色也就一般吧 所以月氏风云的指甲油 我其实不推荐 开架里面呢 我就推荐一个开架便宜点的 是这个Candy Moyo啊 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 其实天猫好像也能卖到 价格不贵 它是这种量也是比较少 比较好携带的 它主打就是素肝 这个牌子的指甲油主打是素肝 如果我没记错 它好像是有水性指甲油那条线的 但我买的好像是油性的这一款 这个指甲油呢 干得很快 然后颜色呢 调和的也还不错 至少我买的这个颜色还不错 它是一个橘棕色 是CMY78这个色号 是这种脏橘色嘛 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我秋冬一定要有一款 这种颜色的指甲油 然后它的刷头来讲呢 是这种比较薄比较扁的 我觉得在开架里面 它的这个刷头算是不太会 就是像那种普通的开架的 那种指甲油的刷头会分叉 它算是比较聚拢的 所以你涂这个手上也是会比较好涂 但是呢 因为它的刷头就是设计 没有那么的聚拢 所以它有的时候 也会涂到一些就是手的边缘 我觉得它素杆和它颜色啊 各方面都都还不错 价格也挺合适的 所以其实这个牌子的指甲油 我觉得是值得向大家推荐 如果你只是想买开架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他们家看一下 天妹格应该算是日本彩妆的 开架里面的一个王者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也去尝试了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指甲油 但我觉得他们家这款指甲油 是一个蛮平庸的一个产品 第一 它的气味真的是非常的重 真的就是大家印象里面 指甲油那种非常浓重的气味 然后就是顺着你脑壳疼的那种 第二 它的颜色是好看的 是那种低饱和度的 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看颜色 然后觉得可以接受气味那么刺鼻的话 那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去试试了 它的素杆程度 我觉得不算很快的 大概比起日本的那些专柜的产品来讲 我觉得它起码是他们的两到三倍的时间 就是干的时间 但是它也没有说那么的慢 就是还好 比起月食风吟的来讲 那它会比月食风吟的干的要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中庸型的产品 那气味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CAMIC他们家气味 确实还要比它要再重一点 你会能很明显的闻到 它里面的酒精味非常的浓 相对它会稍微淡一点点 一定要对比的话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中庸的产品 那作为一个中庸的产品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 如果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可以去尝试 但是我个人来讲没有非常的推荐 这一款 再说一款顶油是来自于OPI他们家 OPI也是一个指甲油里面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了 当时我在斯福兰买这一款产品的时候 我想的是说 希望我的指甲油的延续时间能长一点 那事实上其实你日系专柜指甲油 你涂个两层呢 基本上它的延续时间都能到一周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不太需要涂这个东西 那如果一定要涂 我也不推荐OPI的 因为它干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它就是那种传统指甲油 你可能就是你涂完你啥时候也不能干 然后你可能就要十多分钟 你就在那等着 然后它都不一定干得透 那如果我前面涂了速干型指甲油 我再涂一个就是要十几分钟才干的指甲顶油 我觉得何必呢 对吧 所以我这个产品我大概用了两三次以后 我就把它弃用了 我个人不太喜欢 因为它的不速干 导致我对于他们家指甲油 也没有想要去尝试的兴趣 因为他们家的价格也不算便宜 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去买一个日系的 好用的专柜产品 没有必要去买它 所以我个人来讲没有很推荐 然后有三瓶我在之前的购物分享里面 有跟大家开包裹 有说的是来自于这个Butter这个品牌的指甲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牌子的指甲油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它的价格是有点贵的 是大概近200亿品 所以有钱的小姐姐充的那一种 那我是在它的好像是双11双12这种时候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大的购物界 那它到手的价格也是在是160还是100多少 就是算是比较价格偏高的那一种 但是它的颜色确实很好看 它就是那种典型的欧美的那一种颜色 发色很浓郁 尤其我要推荐这个颜色 这个色号是叫Keep Cam 好像是我会把色号打在下面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浓郁 然后很显手白是这种栗子红棕色 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它干的速度也是挺快的 它是这种就是上面是这样拔开的 然后这样拧开 当然你可以套着这个盖子去拧 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你涂指甲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操作吧 它的浓厚它是比日系的都要浓一点点 大家把它在瓶口刮一刮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那个刷头是这种比较扁的这种刷头 看到吗 是这种比较扁的这种 相对是比较聚拢的吧 它不会特别容易涂到你的手两侧 不会这种中间分叉涂涂涂涂涂分叉那种 然后颜色也好看 所以如果你有预算或者你想要尝试的话 我觉得它们家指甲有还不错 我觉得比较推荐是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是一个蓝灰色 叫London Fog 好像是叫这个 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 是一个这种气质蓝灰色 如果你有那种灰色或蓝灰色的衣服 涂这个指甲油你就非常的好看 那这是一个冷白色嘛 我买它主要是想说 夏天如果穿个凉鞋 比如说去海边啊去玩啊 然后涂个白色指甲油会显得特别的干净 所以这三瓶其实对于颜色啊 然后刷头啊 素杆啊 以及它的品质来讲 我觉得都没得挑 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的 最后呢是Dior的这个产品 那Dior的指甲油也是很多博主有在推荐的 首先从产品本身来讲 它的包装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它也是这种 有一个这种盖子 然后把它这样子拧开 然后它的刷头 真的是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买的指甲油里面 刷头是最好的一个 因为它是这种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起吗 它这种半圆弧形的 然后非常的扁 这么扁 这种 所以它抓取这个指甲油的量是刚好的 而且因为它前面是这种半圆形的 所以你在涂那个指甲的边缘 这种弧面的时候是非常好操作的 不太容易涂到手两侧 然后我这个色号是428 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这种裸粉 就是你涂上 大家不会说觉得你涂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指甲油吧 就是看起来会非常有气质 非常的指甲的这种肉感会非常的好 那所以这个颜色呢 我也是非常的推荐 那Dior的指甲油确实也会有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其实没有用多少次 但它自己放在那儿 放着放着它会干 我觉得它可能是里面的酒精蒸发了吧 但是Dior指甲油它的刷头非常优秀 然后它干的也是非常的快 作为这个单独的这个产品来讲 我是很推荐的 如果你有喜欢的颜色的话 大家可以去冲一冲 个人当然是比较喜欢这种 每天都能涂出去不会突兀的颜色 他们家还有其他的别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从我们消费者来讲吧 我是觉得如果你花200多 它在免税店都要200多 在专柜就更贵了 你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瓶指甲油 实在是有一点点贵 那我觉得你有这个钱 不如去看一看日系的专柜的那些指甲油 我觉得日系专柜的话 可能一瓶100多 你可以买个两三瓶换着涂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吧 比起你只买一瓶来讲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去像免税店这种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专柜的话我觉得就算了吧 就是真的是有点贵 然后我之前有在专柜有试过 像3他们家的指甲油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后面我可能也会买一些 像3啊 苏库啊 他们家指甲油 回来看看 但我个人心中的王者 还是Lunas 他们家指甲油 那我们做个总结 我最推荐的当然是日系专柜产品 然后100出头就能买到非常不错的颜色啊 质地啊 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产品 那如果你要开价便宜一点的话 就可以选择就是这个品牌 好 那如果你是有钱小姐姐 然后不差钱 就是想买一些品质好一点的 气味不会很浓的那种指甲油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产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选择 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 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面涂这种油性指甲 有一定一定要买的产品 就是来自于斯福兰他们家的这个卸甲水 他们家这个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 它里面是一个这种海绵的 看得见吗 你只要就是不想用这个颜色了 或者是你的指甲有缺损了那个颜色 你只要手再进去转两圈 指甲就卸掉了 就是因为卸指甲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我才会在买指甲油的这条路上 可以越走越远 那也是因为有它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买一瓶新的更新 叫斯福兰爽进洗甲液 去斯福兰买这一瓶好像也才60几还是多少 但我每次买都是它打八折的时候买一瓶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向大家推荐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都能在家里面涂出美美的指甲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